施以禅门 了却心 所以这个禅宗在修持的话 就是了却 我们那个根层相对的心 全部都把它了却 不要它 不用它 这样了解意思吗 可能会产生说 我生活中在用的就都这个了 不要用不用什么 会不会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那个执心跟我们的心理室 它差别非常威细 很小 执心是从我们佛性本体所生化 那我们要比较容易认识 就是我们所称的良心 各位有没有良心 肯不肯定 那个良心就是我们的不生不昧 真心佛心所呈现的 那个儒家叫良知良人 那我们实义叫做良心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只要凭着良心来对待万事万物 那这样大概就不会臭了 这样会不会 比较容易 我们讲说不用心意识的话 有时候还会悔意不过来 那用良心来应对 反准万事万物 这个就很容易 就秉着自己的良心来做事 这样就正确 所以残门把那个心了却掉 顿入无声之间力 我们只要把那个心意识都不用 就可以顿那就是很短的时间 很短的时间就进入无声 就是不生不昧的那个真心佛心 那个本体那个无声 就可以进入我们佛性本体 然后产生知见 所以这个无声的知见力 一定也要一段时间来培养 那个知见力是般若 般若妙智慧 所以不是我们马上说 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马上产生 不是那样 而是说我们只要肯 万年放下一念不生 然后培养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能够体会到那个觉 那个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只是佛性已经呈现 已经佛出生了 那出生以后 我们还要经过三年的儒谱 把他护养 让他茁壮长大 所以那个无声的知见力 一定要在一段时间以后 他才慢慢产生 一直只要我们照这样做 就会有 有这一个知见力 无声的知见力 就是波罗庙智慧 那有波罗庙智慧来应对 完成万事万路 就非常正确 所以我们要自己努力 那么从顿路无声 自见力以后 就可以称为这个大丈夫 那这边佛学就有特别想 特别把他标明说 那个大丈夫不是在讲 那个男生 只要是我们能够体会 那个真心佛性的话 能够见到我们佛性 都称为那个大丈夫 这样了解吗 因为我们佛性里面 没有那个绝对性 就是我们的佛性 以往不是有人在问说 这个观世音菩萨 是杂宝啊杂宝啊 各位前前 观世音菩萨是杂宝啊杂宝啊 就落入两边对待来 对不对 我们说 在我们中国说 女生比较慈悲啦 所以女生 在印度说 那个慈航大事啊 那个都是男生修成的 是男的 所以就有那个争论 那我们要知道说 佛性呢 它可以落入前道的身 可以落入昆道的身 它本身并没有固定 所以可以显现 前道可以显现昆道 在我们修持的时候 也要了解到 落入这个形象以后 那个是已经 我们之前的 那个业力使然 我们造的业 把我们推的 不是我们自己本身 去决定 那我们修正了以后 就不一样了 修正以后 假如说我们政务本性 我们可以千百亿化身 那要化成什么身呢 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要化成前道身就前道 昆道身就昆道 甚至于 我们喜欢当那个小动物 也可以化成小动物 也可以化成植物 看到这个 有人在那个沙漠 走得很疲累 又被太阳 晒得很难过 可以化成一棵大树 佛菩萨 可以化成一棵大树 然后让那些 晒得很厉害的人 到树下去乘凉 然后等到他已经 已经一段时间 恢复体力的再走了以后 只要他再回过来看 那个大树不见了 那个就是佛菩萨视线 要帮助众生 这个可能我们都还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所以我要了解说 这个佛菩萨千百亿化身 不是说固定一个形象 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一个陌生人 然后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那几句话对我们非常有作用 讲过以后 我们回过神来 再去找他那一个人 找不到了 不见了 那个也就是佛菩萨视线 帮助我们 所以佛菩萨讲 只要你肯用心 失之失之 天告之 你不了解什么真理 想追求 你一直想 你只要很虔诚的一直想 上天一定借人 借事 让你了解答案 所以只要我们肯用心 都会有答案 绝对会有 思想的思 思之思之 天告之 上天告之你答案 佛菩萨本身都有试验过 才会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 那出来的答案 不会是固定的 有时候是一个陌生人 跟你都不相 不相似 可是他突然对你讲话 他讲的话 以 两个人不相似的人来说 是莫名其妙 怎么跟他说 可是你听那个话的内容 你说 这就是我在追求的问题的答案 就会这样 讲的人莫名其妙 我如果去讲这个话 你自己问他也不知道 所以那个就是佛菩萨事先 不要论人说离我们很远 就在我们周遭 可能呢 那个像后学一直讲 那个李祖师 他就视线给一个 对他很崇拜的 那个信徒看 他就是视线一个老婆婆 抱了一个生女 然后嘴巴对了嘴巴 结果他的信徒说 老不修 不看 晚上睡觉 那李祖师就给他偷门 说我已经视线给你看了 你都不看 两个口对在一起 不是铝吗 我已经都告诉他了 视线给你看 你心里不是这个形 一定很好看 一定要等好看 所以你看不到 就是很平常的 平凡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真正的平凡 平常 平淡 平时 那个是最高的佛理 最高的佛理就是这样 视频 平平常常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就是要回光返照 定下心来 然后体会 体会真理 了解到我们不生不昧的 那个真心佛心 这个非常重要 能够 这个顿路无声之见力 就是可以称呼为 大丈夫 就可以称呼为 就是大丈夫 然后呢 并 会见 能够呢 我们到达 顿路无声之见力 就要有那种 这个称呼为 智慧 就是我们有念头 马上要把它斩断 我们在生活之中 我们的念头怎么处理 我们的念头怎么处理 各位前选 在生活之中 念头来了怎么处理 按照念头去做 转它 把念头转掉 可以说很多 这个念头一来以后 我们有的就照着念头做 有的就把念头转念 然后转念以后去做 所以我们在这个 怎么样 念头呈现 怎么样去行持 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有 顿路 那个 无声的自见力 然后要使自己 就是进入 那个佛的 那个名号 那个大丈夫 条例丈夫 就是佛的名号 然后要有 那个佛的那个智慧 秉着慧见 智慧的那个见 斩断 所有的 不正的念头 因为念头会促成我们行为 所以从念头着手 念头不好了 马上把它斩断 不要使它 占据 我们那个脑海 占据脑海的话 它会不知不觉 促成我们行为 结果就照着念